现在这个学会 称赞很少 毁谤很多 很多是卧翼的毁谤 同行想记 自赞毁他了 这是大戒 重戒 但是现在 不便都翻这个戒 都说自己好 都说别人不如 这个事情 为什么 为名利 为争取信徒 为争取供养 造地狱业 自赞毁他将来多地狱 我们要认真学习 绝不能干这个事情 那别人毁谤我 无论它是什么用心 我们只有接受 我们没有回应 我们没有报复 这是什么 这是修行 为什么我们这么做 我们遵守 是大愿望 普通行 我才叫我 我才叫我 回望我的人 他有好处 我赞叹他 他有 悟行 倔口不提 不但不提 不可以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是把我们的良心 当作别人的垃圾桶 把别人不脏的东西 放在我们自己心上 错了 这个道理要懂 放在心上 是无边的罪业 因为你心上 常常会想到 根本不放 一切不善 那他的善心 善意 我们可以放在心上 我的 我们决定不放在心上 那修行 如果没有这个功夫 你修行就不得力 为什么 你的烦恼很多 你的心不干净 那修什么 我们这个筋体上 清净 平等 就修这三样东西 把人家的东西放在心上 我心不清净 被染污了 不但 我的染污 我们不要 善的染污 也不能有 为什么 善的染污 身三三道 我的染污 身三我道 统统脱不了 六道轮回 那怎么办 我们行善 不做行善的相 不要把自己 做多少好事 多少功德的时候 放在心上 我们不生 三善道 也不生 三我道 那 断我 不做断我的相 行善 不做 行善的相 念佛的同修 记住一句话 心上只有一尊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就对了 你将来决定往生极乐之际 决定往生 阿弥陀佛 这比什么都重要啊 记住 一切法从心下 神 善念 神天堂 天堂是你变现的 不是外出来的 卧夜 多于三土 三土也是你 卧夜变现的 与谁都不相干啊 这个道理要懂啊 一报正报 全是自己念头变现的 念头是 什么样念头最好呢 什么念头都没有最好 那我与自行完全相应 但是这很不容易 所以进度中的方便 就是他准许你有一念 念阿弥陀佛 你只有这一念 用一念 把所有念头打掉 它是这个办法 这个我们学起来 方便太多了 世界上最好的念头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这个念头比什么念头都好 舍佛三世 一切诸佛叉陀里头 这个念头 地也属胜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这很得了啊 我们要记住啊 时时刻刻有阿弥陀佛 就是最好的念头 你将来决定到极乐世界 请敬阿弥陀佛 做阿弥陀佛的学生 升到极乐世界 跟阿弥陀佛见面 花开见佛了 阿弥陀佛的价值 智慧 神通 道理 几乎跟阿弥陀佛是平等的 这叫男性之法了 你凭什么 得这么多的好处 完全凭阿弥陀佛 四十八元的价值 完全凭阿弥陀佛对我的恩德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世间什么好似 都没有这句佛号 关用阿 这句佛号包括 一切祝福的名号 念教 摄方三世 所有一切祝福 全念到的 它是总名号 也包含 一切经教 也包含 一切法门 全在一句佛号当中 一句佛号总收 诸佛赞叹 阿弥陀佛 光明善后 甚于日月之明 千亿万倍 不能疲 没得疲 光中其存 佛众之王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